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谁参谋救命之恩 永世博啊 谁参谋 八路军已经盯上他了 为了安全起见 你看是不是送他去洛阳 现在送富贵走 我敢肯定正中八路下来 这个时候 八路早已经在各个路口严密不空 我不能让富贵这样忠于党国的壮士白白送死 富贵啊 你先安心在这里住些日子 等风声过了 就送你回洛阳 那里是咱们的天下 到了那儿啊 就再也用不着提心吊胆了 多谢水参谋 多谢水参谋 水参谋的大安大德 有某人 莫持难忘 嘿嘿 小姐 是 這麼晚了 你在院子裡幹嗎呢 沒事 出來吐吐氣 你呢 我 我 我明白了 原來你們倆都在等人哪 林姐 這回你可聽錯了 我可不是都參不著 這大晚上的你幹什麼去啊 沒 沒 沒幹什麼呀 我真沒幹什麼 我去上謀房了 你們幹嗎用這種眼神看著我 弄得我跟特務似的 劉書長沒在家啊 對啊 他今晚值班 不過羅三母長和鄭探長可不在啊 他就一個人 你怎麼知道的 我剛才看見的 毛丫頭 我 我想問你件事 你 你 林姐 你什麼時候說話 變得這麼婆婆媽媽了 有事你就說嘛 我就想知道 你跟樓署長是不是已經 署長 羅三母長 鄧團長 你們倆可算是回來了 你們可不知道啊 給他倆急的 他們 你 你 這是怎麼了 如果把事情都說過了 我估計 你怎麼看呢 你怎麼看啊 你怎麼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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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這說話 這是什麼事 我去看你的 你怎麼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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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叫你 这可真是赶上 找佛爷放屁 神气十足啊 开车 这怎么了这是 乌鸦嘴吧你 怎么了 你说怎么了 不是 这车话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怎么没关系啊 拽词啊 什么老佛爷放屁 多么的厉害啊 这回厉害了 把车都崩坏了 你这个臭嘴啊 我看 咱是骑马去吧 十点钟以前肯定能赶到 不行 路途有点远 要想十点赶到 起码来不及 咱们就不行呢 难道让咱俩坐这炮仨去啊 行了 别说那没用的了 我说小同志 这车到底能不能修好啊 我开车还行啊 这修车 我没学过 只会劈柴 不会烧火 你的水能开啊 行行 快去 快去 把带啊 你还请 デザ 有 такую 从不必弄 不是 你这 好 出来 就好 弄坏了你 来 给油 给油 招火 功臣呐 功臣呐你 去吧 去吧 赶快 给 谢林大夫 没事 行 我们走了 走 行 走吧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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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您的吩咐 电台已经转移到三号联络点了 我向韩晓鸥发出了联络暗号 但他根本没有出现 我觉得 他不应该是韩晓鸥 再有 刘富贵暴露了 您看 怎么处置他 你会让他在这身上 你不让我 知道我 还有 我 相信哪 我 说的 我 你得走了 到这身上 你去没救命的 你去吧 你去吧 我去吧 去吧 骨头骨头 着了 还能赤手空拳地抓特务 真是个万能的女人哪 老王 你有福气啊 这个奸细隐藏了极深动力 把自己伪装得很严实 但是永远是包不住活的 迟早她都会露出她的狐狸尾巴 记住 要注意她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 每一个动作 和每一个眼神 只有这样 才能把她给揪出来 好几位医生都说 没有抢救成功的可能 只有林大夫认为可行 再是最后的努力吧 林大夫是个医生 怎么还会拳脚呢 刘富贵呢 还睡呢 那个姓氏的最近在干什么 每天都喝酒 很晚在我围里 雷大队长 总指挥对昨晚的行动很满意 现在又交代给我们另外一件事情 做掉刘富贵 你真的要杀掉他 为了我们大家的安全 丢阻才能保居 李干事 起衣服呢 这都是楼处长的衣服吧 李干事 你看见我衣服了吗 没有啊 我来的时候 这条绳子上只有这些 没有你的衣服 可以 好 零姐 你这去哪儿啊 我去看一个产妇 昨晚怎么样 你和邓团长挺好的 你和罗参谋长 你们俩已经办事了 没有 那我听到你昨天晚上在叫 我那是装肚子疼的 我就故意在试探的 结果呢 哪有什么结果啊 被突来的枪声给搅和了 你那怎么样 我骗他说 我那个完事了 结果和你一样 枪声一响 他就出去了 那之前呢 你有没有按照我们商量的 主动进攻啊 我做了 尽管他有点不情愿 但最后还是 还是 还是什么 就那样子嘛 跟咱商量好的一样 然后 然后 最后就 你 你有什么不好意思说的 然后进行得怎么样了 哎呀 刚才不是说了吗 枪声一响 他就出去了 那不还是没那个吗 灵姐 你说 我们这样做 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也许 有其他原因 也许是他们工作太忙了 也许他们还没准备好 也许 你哪来那么多也许啊 你以为这是上战场打仗啊 还要提前准备一下 就算是要提前准备 我就不信了 三个新郎关入洞房 还要提前一起准备一下 灵姐 你能小声点吗 好想要人跟踪我了 不是生年苦 我好像在这儿牵我 哪儿呢 我怎么没看到 走啊 中副科长 你 你这衣服 洗了一套军装 可是上衣找不到了 着急出门 就把宿舍小李的穿上了 这是什么呀 从刘富贵的香口家里起货的 找到什么新线索了吗 刘富贵的香口 什麼都不知道 行 先放著吧 回頭管交到保管室 是 我可能被發現了 被韓小鷗發現了 不是 是被林大夫 他倆在路上碰到的 我跟得有點緊 那韓小鷗呢 他沒有一點反正差能沒 反倒是林大夫 很警惕 我會派其他人 繼續跟著韓小鷗的 你抽過時間 神神留福歸那個相好 記住 不要被田涛知道 為什麼 別問 這是命 是 arı著 這個是 公安 爹 你 是 是 都具备什么技能 像射击格斗 投毒纵火 驾驶 反正不少 会修汽车吗 会修汽车 应该会 我听说军统套物 还会修飞机呢 三部长 你怎么突然想 请问这个了 我有个情况 不知道准确不准确 啥情况 人为回修汽车 这次情况属实吗 参部长别误会啊 没别的意思 我是怕像上次 抓特务那件事情 弄得大家都很难看 我亲眼所见 邓团长也可以作证 哦 是这样 参部长 还得麻烦你去核实情况 如果 我就找林大夫合适 可能会引起她的怀疑 你去吧 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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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啦 你值了一夜班 要不再多睡会儿 不了 下午还开会 看什么呀 你知道吗 你工作的时候很投入 我喜欢你那时候的样子 很可爱 你什么意思 昨天晚上你又跟踪我 那不叫跟踪 我就是想你 想看见你 我的姑奶 我说你能不能别这样 你想我你完全可以 你可以把它给埋在心里头吗 你用不着深更半夜地去跟踪我吧 那不成鬼了吗 你不怕吓着我 你懂不懂什么叫情调啊 没意思 什么情调 我告诉你 我们共产党人 就不应该搞那些 小资产阶级情调 小辈儿小雅呀 什么咖啡呀 红酒啊 跳舞啊 不就是那些东西吗 谁怕谁谁死的 影响多不好 是派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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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懂装懂 但是我爱你 说什么呢 这又什么意思啊 就是这个意思 我的胆小鬼 好了好了 大白天呢 影响多不好 让人看见 这是在家里 又不是在大街上 我不 我就要抱 有什么办法 他又不倒霉 我们家那个赛真正倒霉的 目前还安全 可以说是非常安全 李莫 你别这样 我实话跟你说吧 我 我倒霉了 你在胡说什么呢 你倒霉了 不是 我 那是 那是你 你 你 你倒霉了 你知道的还挺多呀 你整夜值班学的就是这个 我 我没有 说 是谁教你的 不是 这个老邓啊 他那什么 就知道是他 这个老不正经 他就教不出什么好的来 李莫 你怎么能这样说人家邓团长呢 那本来就是嘛 他好端端的跟你说这个干嘛呀 他就是看我不顺眼 他就是想拆散我们俩 他看不得我们好好过日子 你看看你越说越没正经了 人家老邓为什么要拆散我们呢 你干嘛这么想人家吗 那难道不是吗 希望我倒霉 那不就是想让你想办法别碰我 你说说 这几个晚上 你们是不是一直都在研究这一件事 整晚整晚的不回家 还骗我说是和李团长开会 都是撒谎 怎么了 他老邓是不是要给你介绍个更好的 李莫同志 我说你说什么疯法 你这都扯到哪儿去了 什么乱七八糟的 我是疯了 我都是被你们给逼疯的 李莫 邓团长 你给我出来 怎么了邓团长 马上杀了作战计划 不能出来见人了是吗 邓团长 李莫 李莫 你有事啊 老邓两口子不在家 你怎么了 我倒霉了 倒八辈子没了 李莫 我的姑奶奶 你能不能别闹啊 不是那么回事 李莫 听我说 你别走 李莫 你穿这身衣服出去啊 你什么你 你把作战计划跟他说了 我的大参谋长 我说你能不能不跟着添乱哪 我天什么乱啊 我冷啊 你冷啊 谁让你闪这么点呢 打一下你松开 这小子 这个贱妃啊 你们喊什么呢 出什么事了 没事 小两口闹别扭嘛 握手 握手 今天什么日子 弄得这么丰盛啊 明知故问 今天呢 知道你要赶回来 特意给你做的 手艺不错 不错 五酒不成席啊 都给你准备好了 太好了 我来到我来到 我来 来 来 庆祝我们相识一周年 来 是相爱一周年 来 是相识 是 那你什么时候爱上我的 我不告诉你 那你呢 你又是什么时候爱上我的 别许说 你应该是 那一次 别别别别 快走 快走 别别 这到底怎么回这儿 为什么还不客 参谋长 刚才担家队刚刚才了一名重上院 林大夫正在抢救 还有 鬼子已经突破第二道防线 命令三连 手术不结束 不许撤到第三道防线 是 驾 好 吃吧吃吧 来 好 吃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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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吵架 你 你 好 好 你 好 好 谢谢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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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长本事了 学会偷东西了 我让你偷 我让你偷 我给你工钱 你还偷我东西 我今天快打死你 好啊 当着我的面头汉子 还给我戴绿帽子 小子 有种你就别跑 给我等着 你放心 我不跑 好 你等着 你别走 你给我等着 别怕 有我 你再看我收费了啊 你没觉得你长得特像赵丹吗 谁啊 你说那点演员吧 是他长得像我 小心风大闪了舌头 全国有几个认识你罗天罡的 你能跟赵丹比啊 那是因为我投身革命比较早 如果当时我去了上海啊 那我 那我就杀入上海电影界 那没准我就演上电影了 不 早成大明星了 这 这 看什么呢 这有人太能吹了 我担心这房顶给吹下来 这我吹什么呀 我只会几万人都游刃有余 演戏 小菜一碟啊 那行 那你给我来一段 来一段 行 让你开开眼啊 在这儿 这是沙士比亚的一段台词啊 你笑什么 我还没说呢你就笑 怎么样 生存还是毁灭 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是默然忍受 这命运暴虐的毒箭 还是挺身反抗人世间 无涯的苦难 在奋斗中 操除一切 暴风雨 暴风雨就要来了 这是总坎的海燕 这是胜利的预言家在叫喊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这段怎么样啊 小自产阶级轻调 就这样 他骗取了我爹的信任 我爹在临终前 非比我嫁给他 只能怪我命不好 那你以后打算怎么办 先生 你是好人 你带我走行吗 去哪儿都行 这样的日子再过下去 我就只有上吊这条路了 我现在还不能离开此地 为什么 我再找一个人 现在兵荒马乱的 你找不到怎么办 灌州找不到 我就去别处找 我要找他一辈子 这个人 对你真的这么重要吗 你爹不就是欠这个老板 一百块大洋的赌债吗 你放心 我给你还上 从此你就和他一刀两断 以后这个酒家 就由你自己来经营 我真没想到 你阅读过那么多的戏剧作品 我觉得 我觉得我太不了解你了 我还不了解你呢 不了解我 你看 你居然都能那个 你说呀 我会什么呀 我是说你 你居然那么崇拜我 是吧 你看 你还真把自己当哈姆雷特了 我们共产党人 最讲究诚实了 千万不能心口不一啊 有没有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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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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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不能确定 林薇 韩晓鸥和李王 谁是国民党前夫奸细 只知道这个前夫奸细的代号叫 韩秀草 你怎么了 我在想啊 如果革命胜利了 能让我再选择的话 我想去教书 你呢 你想干什么呀 我呀 我第一件事 我第一件事 就是把我婆婆给接来 等以后啊 我丈夫要是再敢欺负我的时候 我就去我婆婆那儿告状 让我婆婆拿着调出嘎的 使劲敲她脑袋 你真打算把我妈接来啊 我可没说要接你嘛 我说要接我婆婆 我婆婆 含辛茹苦地把我丈夫养大成人 我爱我丈夫 我更应该爱我的婆婆 等我把她接来以后啊 我就每天早上给她梳头 中午的时候啊 我就给她做好多好多好吃的 到了晚上啊 我就给她烫酒 夜深人静的时候 我就跟她躺在一个卑窝里面 听她讲我丈夫小时候的糗事 什么 拉裤子啦 尿床啦 什么跟小伙伴打架 打得满地爪牙呀 可惜啊 怎么了 可惜什么 可惜你到现在 都一直不要我 cios multiple 站住 长官 有事啊 眼熟啊 不可能吧 长官 我刚来到关州来找个亲戚 不可能吧 我肯定见过你 你干过黄歇军 当年和日本鬼子 一起欺负咱们自己的同胞 长官 那那那 举举手来 跟个到边区政府 长官 你肯定认错人了 我怎么能干过黄歇军呢 走 到了地方会有人听你解释 长官 我 走 好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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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快 长官 长官 老酒 小子 跟个玩儿这一场 嘿 你还嫩乱点 顶个老老实实的 嘿嘿 表兄 看什么快点 啊好 那这 这是 这是 走 损失严重吗 具体数字还没有出来 这两天你见林大夫了没有 你怀疑他 谈不上怀疑 了解情况 你跟他提起过 或是他询问过 物资存放的地点吗 没有啊 那天我就是身体不舒服 到他那儿去看了一下 没提过仓库的问题啊 他就是跟我要了一张 刚小子的照片 要照片 对啊 我也觉得大门 他要刚小子的照片干什么 他怎么连刚小子的照片都没有了 罢了 我觉得他们俩不太对劲 刚结婚难免磕磕蹦蹦 打倒了 还没有 什么 打倒了 老司靖 你听说 你还真是 有舞蹈膜 本人的变载 你们没有骗我 说新婚之夜 是和邓团长开了一晚上的会吗 他邓彪也没有和你说 女人倒霉是安全的吗 还说没有 在这些事实面前 你还在狡辩 没有什么呀 我看你是没有胆量 说真话吧 我 你说话呀 怎么哑巴了 李莫 我 围着墨盘瞎撞又什么 咱们郡分区多的是驴 用不着你拉墨 李蒙同志 我娄建飞是什么人 你应该很清楚 在这种原则的问题上 我是绝对 你别动 这是什么 这能是什么 这不头发吗 这不是你的头发 当然不是了 这你 你说 是哪个野女人的头发 李莫同志 你说什么胡话呢 什么野女人 下场是什么 这不是人在家里头 我说 我 我明白了 你明白什么了 我了解你的为人 我一定是错怪你了 陆毅嘛 这一定是邓彪同志 耍的伎俩 他故意将女人的头发 放在你身上 让我看见 为的就是让咱俩吵架 李莫啊 我说你能不能 别什么事就都跟着老邓牵扯上 你说你 他就是看不到咱俩过好日子 他想拆散我们 他还是你的生死兄弟呢 你还护着他 以后啊 你就跟他过吧 你 这干什么呀 这 那明明就是你自己的头发嘛 疯了 都疯了 明白 好 行 我知道了 出什么事情了 天堂放送了刘富贵相好的 这是赵主任同意的 就她人照着 你敢当心的 到底能得过 你爱什么 我爱你 我爱你 你爱你 你爱你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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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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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有信心 我们神佛战的是美国人 兄弟 你要搞清楚 八路军是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以前的事情就不说了 就单你活埋八路军干过这一件事 抓着你就得枪毙 你还干过汉奸 八路军呢 对汉奸狠着呢 这才是我的好兄弟 我有个条件 说 你先借我一百块大洋 立个自举 拿走这一百块大洋 从此以后你和阿梅 和这巨箱楼 就没有任何关系了 一百块大洋就想顶下这巨箱楼 这巨箱楼的房产是后劫李二爷的 你只不过是一个租客 白俭这么一个水灵的老婆 天底下有这么便宜的事情吗 我娘留给我的 就这些了 这一百块大洋 足够她在关中买一串房子了 你还给她金镯子 说吧 这字句怎么写 回来了 忙什么呢 再整理小男装仓库的损失清单 罗参谋长早回来了 你怎么才到家 这部队啊 搞工程训练 把人家老乡的壮技给踩了 我就处理了一下 工程是不是要打长治了 这个 邓团长在吗 在谁啊 鹅 中梁 邓团长 中副队长 有什么事儿 也没啥大事儿 向你了解一下情况 好 中副队长 什么事儿 邓团长 我听罗参谋长说 你亲眼赶紧林大夫会修汽车 什么事儿 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是是是是 这么说是真的喽 这位寒秀草挺漂亮啊 肯定是韩干事的功劳吧 中副科长 您说错了 是老邓倍加呵护 是他的功劳 我喜欢丁香 韩康是喜欢丁香 那 那你们先休息 我先走了 好好好 他啥气啊 也没什么 只不过 不喜欢这位中副科长 整天鬼鬼祟祟的 搞保卫工作的都那个样 干保卫工作的人多了 赵主任就跟他不一样 逢人只说一封话 试试琢磨他人心 整天阴阳怪气的 要是 保管好 以后 你自己要好好经营这家酒楼 希望你能有一个崭新的生活 先生 你对我恩仲如山 阿妹今生今世 就算做牛做马 也难以报答恩情 别嫌弃阿妹下贱 妹嫂 你这是干什么 先生嫌弃我 不是 那是为什么 我早就有心上人了 是你一直找的那个人吗 那如果找不到呢 只要他还活着 就一定能够找到 小尤姐 我对你家邓团长有意见 你对他有什么意见啊 有意见 可以对他提吗 我是想找他呀 可想想 我没法跟他开这个口 我还是跟你说吧 是 他想拆散我和我们家剑妃 什么 怎么会呢 这是事实 他 反正他没起什么好作用 又让剑妃疏远我 麻烦你回去好好跟他聊聊 他思想有问题 你就什么都没想过吗 想什么呀 我不倒霉 现在都已经倒霉了 还能想什么 你消消气 你看啊 我们呢 是革命战友 又像亲姐妹一样 你能不能跟我说句实话 你跟你家剑妃 你们 你们原访了吗 你 便 biz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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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AY 你 你 林姐 你這問的什麼話呀 羞死人了 小五姐 這才好閒哪 不是 你這有什麼可害羞的 你看 我們三個都結婚了對不對 問這些有什麼不行的 這 這問的也太直接了 我 是這樣的 我跟小歐啊 我們倆就想跟你算算 看看你什麼時候 能懷上孩子嗎 這是 我們 我們 挺好的 什麼叫挺好的呀 就是挺好的嘛 我們新婚之夜那天晚上 就已經冤逢了 我吃飽了 你慢慢吃啊 你看 他就是在說謊 根本不是他說的那樣 還有啊 他說鄧團長的事 也很能反應問題 我有什麼事 看見 也不少 他只是在說謊 然後在說謊 他不是有什麼事 然後他把人家的便利 在說謊 他是好朋友 他不是說謊 他不是一個問題 他是個危險 业之類的 有什麼自己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个女爸录的 她叫什么名字 我怎么知道 死亡多长时间了 等下 不再一天 老侯受到中计 但死亡原因 是窒息 看来很可能是被活埋的 我查了一下 咱们军分区隔部队 没有报告有人失踪 嗯 看着衣服飞飞大大的 肯定不是他的 怎么发现呢 附近的老乡 今天早上老乡去山上采药 发现野狗把尸体刨了出来 就去报告了 身上找到什么了吗 好 发现了这个 好像是隐线 嗯 去交给兵工技术人员辨认 嗯 拉罗 忠良找过你了吧 他已经知道 林大夫会救汽车了 这小子 真是敢保卫工作的一把好手啊 是我告诉他的 什么 是你告诉他的 这怪不得回来的路上 你怎么打了这脸 老罗 那接下来呢 是 还过拌凉菜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可这个 忠良啊 想让我摸摸情况 他想搞清楚 林薇为什么会修理汽车 可是这个 可是可是 你老是可是 有什么就说嘛 你知道什么呀 昨天是我跟林薇 认识一周年的纪念日 这个林薇啊 很有心啊 把这个气氛弄的吧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应对了 到最后他还说呀 等革命胜利了 首先把我妈妈给接过来 每天早晨帮她梳头 中午呢 做一些可口的饭菜 晚上 再帮她老人家烫烫脚 你说这话说的我这 心里暖乎乎的 哎呀 我没法开这个口啊 你 同名相连啊 我们家小欧啊 每次给我朗诵 忘代书写的那个诗的时候 谁写的 我有你这种感触 我问你谁写的 不是就是那个丁香啊 什么 一个姑娘走在一个小巷里 小巷 那是代忘书的羽像 对就是这个忘代书啊 我呀 我差点掉出眼泪了呀 这帮狗特务 都坏到头顶掌窗脚底冒浓了 有本事就战场上比试比试 偏偏呀 用这些女人来刷诡计 说实在的 如果将来查出来 我们家那位是奸细 让我动手 我真是下不了这个手 我还没有碰过她的身子呢 这真要是再弄出个孩子来 我自己给自己一枪算了 刚才啊 我说的这些都是咱俩的四方话 就连那个楼建飞这小子 你也不许跟他说 就是有人问起来 我也不会承认的 你现在体会到了吧 什么叫英雄难过美人观 老罗 我琢磨了一个晚上 要不咱们就直接跟他们摊牌 问他们谁是奸细 只要他们没有干过坏事 组织上给什么处分都认 这样日子不就过得踏实了吗 千万不能胡来啊 前些日子高副政委被袭 孙克刘参默的死 还有仓库被烧 都很有可能和这个奸细是有关系的 他的罪啊 够枪毙好几回的了 在这个问题上 我们绝不能有任何私信 每天都趴在这热锅上 早晚呢都会被烤焦的 不过呢 我也想过了 就算是这天塌下来 有咱们兄弟三个顶着 谁让咱们是布尔什维克的 桃圆三兄弟呢 你还挺会拽词啊 你说啊 咱们那个楼处长 会不会也被烤焦了 楼处长 你刚才反映这些情况 我们会认真对待的 可是这喝红酒跳舞 也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还有其他情况吗 李某有一个箱子 箱子里面 里面有什么 有一条旗袍 旗袍的下面 有一件很不像画的衣服 不像画的衣服 我不明白 那有什么不明白呢 就是我们平时穿的 那个大裤头 但没那个大 而且它不是用在下面 它 它 就 就在这儿 是 对 就那么一丁点的布头 刚够遮羞的 我都觉得害臊 对了 衣服下面 还有一个画报 画报的内容 一男一女 很不简单 是不是跟这个一样 就比 比这个更严重 你这光一个人 他那上面一男一女两个人 还那一样 你这个是从哪弄来的 从一个潜伏特务 藏身的地方搜出来的 老书长 你也不用太紧张 这毕竟不是什么重要证据 具体呢 我们回去调查 行了 情况我们都了解了 感谢你的配合 有事我回去找你的 行 老书长 人家 知道吗 人家 是 我 你会给你 我 疯狂 死了 你 他 他 你 你 一句兩句也跟你說不清楚 八路同志 請 是劉富貴嗎 是 他就是劉富貴 帶走 是 走 劉富貴這條線索就怎麼斷了 從這身軍服上查 我就不幸查不出線索 眾科長 這難度也太大了 咱們整個軍軍 你又啥啟能妙計告訴我 我 我直次去查 是 八路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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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你在這兒等一下 抽腸起意 盯相解 因離別 故國 殷疏局 向家人花下 對明月春風 恨 隱同 雲 赵主任 刘富贵出事了 我找人鉴定过 这是每支燃烧弹上的 这说明 刘富贵极有可能参与了 小男装的仓库纵户 这身军装 是从刘富贵身上扒下来的 但穿在他身上极不合体 我推断 刘富贵是在执行一项紧急任务 你是说 由于任务突然 刘富贵没有寻找到 合体的军装 对 一定是有人给他的 我甚至怀疑 给他军装的 就是军装的主任 如果你的推断正确 只要找到这个人 我们断掉的线索 就又能接上了 我已经安排王民 去查了 出什么事了 我 明依 别着急 慢慢说 田涛的军装丢了 不 不是这样的 是你先没有信守诺言 不是你先答应我 你答应我等我凯旋回来的吗 我没有不信守承诺 你走后 我每一天都在等你 我再次找到这个窗户 那就好 你看我 我一天都在等一人 你呢 我 Apa 你一定会不信守 是你 我 我的 你 我 我等了你一千五百多个日日夜夜 等来的不是你的凯旋 而是你的镇宝通知的 南山澳一战 鬼子突破了我们的防线 我率领一个连的兄弟眼后势步撤退 可不到半天的时间 全连官兵一百多好人 就全没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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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不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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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快 随后 我上了阵亡命单 两个月之后 我才找到部队 我本想马上给你写信 可是突然接到 尚风的一个秘密任务 等我完成任务回来之后 却听说你已经离开了家乡 你死了 若鱼也不想活了 他只想上战场杀鬼子 给你保重 若鱼 连老天爷都可怜我们 又让我们在这里冲讽了 若鱼 跟我走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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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能不能 去吧 是 到现在 你都留着这块表 说明 你还留恋着我们的过去 秀文良缘 旧宾客 若宇随风 密无踪 她就是一个念想 在这个世界上 还曾有一位 爱写诗念诗的小姑娘 仅此而已 大宝宝 若宇 我叫韩晓鸥 是霸鲁军灌州军坟 去供给不干事 我刚刚结婚 我的丈夫 叫邓彪 老师 是霸鲁军 主席 是霸鲁军 最后有佳 习的霸鲁军 是霸鲁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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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霸鲁军 这些东西是从田涛住处 安洞里发现的 田涛不是个小人物 他手里有电台 这里面可能是青花甲 这是开路条用的 赵主任 现在可以认定 田涛是个潜伏透 众粮 到 立刻抓捕田涛 若芸 请把过去的一切 都烧成灰烬 若芸 我再说一次 我就喊小鹏 十八路军关注军分区共济 不干事 谢谢 你这儿 怀敲 我 你们要 恻爹 你 我的 我 我 老鼠 金唐胡的 金唐胡的 州府 田涛 怎么了 中副科长 你说什么 带走 等等 你这是干什么 我在执行任务 你在执行任务 你执行谁的任务 咱们的还是敌人的 你说什么 押起来 你们干什么 放开 干什么你们 放开我 放开我 快走 放开我 放开 放开我 可以从这边 在这一带见面 参谋长 参谋长 出事了 出大事了 什么事这么慌张 抓住一个特务 一个特务 至于这么大惊小怪的吗 不是 没想到那个特务 就是天涛 不是 你是怎么知道的 全军分区的人都知道了 我亲眼看见 天涛被押进水区室 去吧 是 想不到啊 你说天涛 怎么会是特务呢 也许还会有更想不到的事情 这话什么意思啊 没什么意思 那是 那是 有 是 是 是 这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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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怎么会穿在刘富贵身上 有人陷害我 陷害你 为什么没有人陷害我 别演戏了 军装是你给刘富贵的 不是 我的军装让人偷了 李蒙李干事可以作证 没想到这个特务 居然是保卫盖使田涛 李干事在家吗 来了 楼处长 正副科长 有事 李干事在家吗 不在 刚才给分区民运部打电话 说他回来了 那可能是在路上吧 来 坐 找他有什么事 我们正在查一个案子 需要向他了解一些情况 是不是跟田涛有关系 你们为什么抓他 一个死去的特务 穿着他的军装 并且在他的住处 搜到了二级馆 轻化甲 活动经费 还有伪造路条用的 印章和便签 我还是不明白 这件事情 跟李蒙有什么关系 田涛说他的军装 是被偷的 说李干事可以证明 是不是他证明了他 就极有可能说明 他们是同伙 楼处长 你 你这话什么意思 现前我跟你汇报过了 我觉得有必要 让你亲眼看一看 那些东西了 天涛 你觉得有了李干事的证词 就能洗脱嫌疑吗 那当然 赵主任 真是有人陷害我 陷害 陷害 这些钱 是从刘富贵相好的家里 搜到的吧 应该是吧 据刘富贵相好的说 这些钱是刘富贵给他的 可这些钱 却是从你的住处起货的 这些钱的号码都连着 天涛 这怎么解释 我们从刘富贵一起陷害你 他还应该有瓶香水 正宗的法国货 你怎么知道 我们做保卫工作的 别人的一句谈话 我们都要放在嘴里 搅三三三三三 你们结婚那天 他身上就洒了香水 是不是只有郭明刀女特务 才会有这种东西 罗处长 先把箱子放起来吧 别让李干世看出来 忠良 我就是想知道 是不是这些东西 就能够证明它是那个间隙 你说呢 你看你这话问哪 我要是知道 我还问你吗 老处长 你的心情恶理解 但不能轻易下结论 这样吧 事情还是让我们来处理 老处长 挺恶的 把箱子放回去 就当啥事也没发生 这样才能不引起他的怀疑 才有助于我们查清 究竟谁是喊羞草 就让他巴巴以为 请跟着 你要把他来 工历可 大笼 如果他不养 说是 他的事 不论 怎么吃 他吃的 怎么吃 再来 找我什么事 说吧 你是如何指挥特务 袭击高副政委 杀害孙可留参们的 又是如何知道 五五四被转移到小南庄的 跟你们有理说不清 我要求把我带到编宝接受审查 认识江一平吗 谁 认识 他曾是二战区 随营正干学校的教官 我算是他的学生 但我们学校里的 很多教官都是共产党 你说这么多 是想掩盖什么吧 我掩盖什么 你和现任军统洛阳战情报处 主任江一平是同乡 在校期间 你们来往平反 我们的确是同乡 但根本谈不上什么交往 天涛 不要再狡辩了 我们已经向有关同志 做了了解 这位同志 至少看到你三次 和江一平一起吃饭 我们是同乡聚会 还有其他人 我还有证人 证人 好 那就说说你的军装吧 李蒙的证言 根本就不能证明 你的军装是被偷的 我的军装也许是他偷的 也许是他给了刘不贵 也许他就是寒秋草 我没有想到 你会连用三个也许 你确实很会为自己开拓 并且有很强的反审讯能力 从审讯一开始 你表现得非常平静 并且一点都不动怒 因为你知道西斯底里的 反驳罪证 只会导致口干舌燥 筋疲力竭 最终落入审问者的陷阱 你很聪明吗 还知道时刻补充水分 但这也恰恰说明 你是在富裕顽抗 荒谬 你是不是找人老邓 兴师问罪去了 是不是 我才没那闲工夫呢 我要的是你老实交代 你说我老实交代什么呀 我跟你说 李孟同志是我一生的伴侣 革命伴侣 一生的 唯一的 不容置疑的 无法替代的 永垂不朽的 乱了乱了 全乱了 是永生永世的 李萌啊 我是什么人 你不了解吗 我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我 我怎么可能去找别人呢 我知道你不能 对吗 但他邓团长也没起什么好作用 我就不明白了 你为什么要跟人家邓团长过不去呢 行了行了 少替他说话 这事儿 你们要不跟我说清楚 我就跟他没完 我真是倒了八辈子没了 还敢跟我说你倒霉 哎呀 你不必须要不如是 你都нем了 不论 你这事儿 或者说 我好 你不想思考 你怎么会 你做些事 你自己的事儿 都不想思考 等标 这是我们营的位置 越过老轰岭 插入玛耀村是最佳路线 但是周围地势险峻 山石里历 敌人异于再次打伏击 我的意见 九营和一个连 占据有利的血 三连作为尖刀 从侧翼迂回过去 为部队的通过 磨清地势和敌人的动态 想法不错 我看可行 但是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绝不能让敌人抓了空子 我这就会团部 给你们解决 弹药补给的问题 好 来来 你看 这 还有这 这是重点 我们要从这个方面 我们要从这个方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苦脸的 我知道你心情不好 我也没想到 那个田涛 居然会是特务 特务们都戴着面具 很难看清他们的陈容 戴着面具 那得多累呀 你怎么知道他们累 对 不是累 是 提心吊胆 惶惶不可终日 晚上睡觉还得睁一只眼睛 那你说 高福正伟遇袭 孙克和刘彩墨的死 是不是都跟他有关系 你说呢 这个田涛 伪装得也太好了 当初我们的婚礼 还是他主持的呢 太可怕了 太可恨了 怎么可怕了 特务就在身边 居然一点察觉都没有 飞飞 你说是不是我的革命警惕性不高啊 你说呢 楼剑飞同志 你是一个老革命了 应该帮助我提高革命警惕性啊 你说 怎么才能识破特务的嘴脸 这个呢 我得跟你好好说说 首先吧 这个特务啊 他们喜欢享乐 喜欢那种腐朽的生活 那什么是腐朽的生活啊 很简单的 自然接近的 你比如说 就喜欢那种昂贵的衣服 咖啡 红酒 跳舞馆等等很多 你这不是变着法的在说我吗 那红酒 是不是你拿回家让我喝的 那五 我是不是也是和你跳的 你什么意思啊 我没别的意思 我哪那么多意思啊 你说着说着你又急了 不是 你看 我也没说是你 这 这不这些事都让你赶上那么多 菲菲 你说革命胜利了 我们是不是还得穿粗布衣服 还要打补丁啊 我告诉你啊 艰苦朴素的作风 是我们这一辈子都不能丢掉的 菲菲啊 那你说 我跟你商量一件事吧 什么事啊 就 以后能不能别这么叫我 听着浑身起鸡皮疙瘩 其实有时候听着也挺好听的 真的 着急了 这个田涛 我真想揍他 赵主任 这么省下去不是个办法 我们得改变策略 你想过没有 他为什么要求我们 把他押到鞭堡去 很简单 希望同伙半路救他 赵主任 这倒是个引射出动的好办法 引救 那他的同伙 必须实现知道时间地点 和押送方式 他有这个条件吗 别忘了 还有含羞草呢 重要 你连夜拿出一个审讯方案 明天 一定要让田涛开口 行了吧 这么溜达来溜达去的 弄得我头都大了 有件事 我就是想不明白 什么事啊 最近两天 我总觉得林姐和小欧姐 怪怪的 一种说不上来的感觉 他俩总是神神秘秘的 好像在密谋什么 又好像想跟我说什么 还好像 行了吧 我说你哪那么多好像啊 还密谋 瞧你那词用 你们都成特伍 谁都成特伍了 瞧你这词用的 你罗姬中意 为什么要放在兜上啊 我兜了吗 我用错词了 你知道吗 最让我难堪的是 林姐居然对我问出那样的话来 问你什么话 就是 就是咱俩之间的事 不是 咱俩有什么事啊 咱俩没什么事啊 就是 就是跟 倒不倒霉 差不多吧 我的天哪 怎么又倒霉上来 到底什么事啊 他问我有没有和你原谋 什么 他是这么问的呀 那是小欧姐还在场呢 我真恨不得 找个地方钻进去 好了 你事儿没事吧 我得出去一趟 到时候 给你个惊喜 林大夫 我正找您呢 您不是会修汽车吗 这摩托车您也给看看呗 怎么了 打不着火 林大夫 听说了吗 抓到一个潜伏在军分区机关的特务 谁啊 宝卫干事天涛 天涛 大家都这么说 高复政委 玉玺 刘参墨 孙克的死 都是他干的 真是太渴望了 打火试试 好 好 行了 行了 你太了不起了 谢谢林大夫 我 你太不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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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太不错了 我再说一次 我叫韩晓鸥 是八路军关州军分区供给部干事 我刚刚结婚 我的丈夫叫邓彪 沈大哥 你怎么了 你要去哪儿啊 韩曼师 你这出库单写得不对吧 对不起啊 是我疏忽了 对不起啊 韩曼师 有人找你 你给他买这么贵重的生日礼物 你过生日他给你买什么 他知道我想要什么 你想要什么 一个聪明伶俐的乖宝宝 最好是龙凤胎 你有了 林姐 亏你还是大夫 这跟我是大夫有什么关系啊 我们结婚 才十来天呢 李萌 别想骗我 林姐 那你和罗参谋长 我骗你什么了 没什么 我就是想提醒你 注意认识反应 这认识反应吧 每个人都不一样 一般都是六周左右 有的人是十几天二十几天都有 我妈怀我的时候就这样 认识反应特别强烈 林姐 那你和罗参谋长 打算什么时候要孩子 顺其自然吧 对 顺其自然 我听说 又要发展新党门了 这次有你吧 只不懂得找我打话了 真的 我太羡慕你了 我都已经 递了好几次申请 可组织就是不批准 林姐 你说我 是不是真的不够资格入党 是在做梦啊 梦想有多远 世界就有多大 没有梦想的人 将一事无成 梦想 Inform 梦想法 噓鸟 梦想奉早 我叫韩晓鸥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你会这么地决心啊 韩如荫已经死了 忘记他了 重新开始你的生活 我能说 想熟的就是这些 我不想再见到你 若 对了 这几天你和罗参谋长 还有没有在为喝药的事办嘴啊 夫妻间哪有碗勺不碰锅台的 我和剑飞就从来不办嘴 遇到事情啊 不是他让着我 就是我顺着他 我们是 举暗齐眉 相敬如宾 这夫妻间啊 真要能相敬如宾 那就不是夫妻了 不是夫妻 那是什么 等你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 你就明白了 安琳姐 那我问你 革命胜利了 我们是不是还得穿粗布衣服 还得打补丁啊 这有什么不好的 这是优良作风 那革命 不就是为了让老虎大众 过上好日子吗 我觉得 革命都胜利了 大家每天都应该穿得 漂漂亮亮的 每天都是大米白面 偶尔再喝上那么一点点咖啡 你说是不是 林大夫 林大夫 大姐 我家孙子的满夜酒 您可一定得去 好 我一定过去 大人和孩子都好吧 好好 都好 都说你是他们的救命恩人啊 林大夫 这次多亏你了 谢谢啊 林大夫 你心灵作者 你是怎么走路的 来 你看什么 来 来 来 看什么呢 我 我就是 突然头好痛 你身体不舒服 那咱先回去吧 走 没事吧你 中复科长 汉晓鸥有情况 快说 怎么回事 我今天监视韩干事 发现一个身份不明的人 与他监视过两次 一次是在吉祥中表店 一次是在离聚分区供给部 不远的地方 那个男人的情绪 有些激动 中复科长 是不是敌人在跟汉胸 来 汉干事去吉祥中表店的时候 是你跟田他在外面负责监视的 对吗 对 他有没有反常举动 反常举动 没有 你继续监视韩干事 切记 宁肯跟丢了都不要激动的 先去忙吧 是 这个男人有太可疑 我知道这个吉祥中表店 老板好像姓雷 说话半是很圆滑 但手艺不错 你 你先去摸一下吉祥中表店的情况 记住 一定不能打草惊蛇 这是明天审讯田他的方案 你看一下提提意见 他支持你 怎么给野子不过了 怎么了 怎么好顿顿就哭了 怎么了 我要你发誓 一辈子都不会离开我 无论我做得对还是错 做错了你可以批评我 我会认真地改 从今以后 我也再也不会对你发脾气 再也不会无理举闹 再也不养你了 剑妃 我知道你为什么撒谎不愿意回家 你知道你为什么到现在都不愿意要我 你们肯定是都知道了 你知道我们知道了 你们真的什么都知道了 我都被你搞糊涂了 什么知道不知道的 你别这样了 你冷静点 你告诉我 你你你到底怎么回事 我 我 我今天 又抱上了 不是 你能 你能不能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 你想急死我呀 你笑什么 你笑什么 我不是笑你 我是笑咱俩 咱们俩怎么了 你是不知道 今天是奇了怪了 我跟你一样 我这心里啊 也不知道在想啥 就好像是 什么事情要发生似的 你看我是不是老了 恐怕再过一阵子 什么都记不住了 很多的记忆 本来就应该抹去 什么 我是说你记性好着呢 你看看 你看看 你看看你那魂不熟熟的样子 是不是 在想那个 那个 王大叔的诗呢吧 是戴王叔 对对对 王大叔 戴王叔 小鸥 小鸥 我灯彪啊 是个粗人 不像人家老罗和娄剑飞 我是要啥没啥 只会打仗 其他的 也没什么优点 再说 我又比你大了不少 啥好听的话 我也说不上一个整句 而且毛病还不少 脚臭 睡觉 还爱打呼噜 我都不知道自己好在哪儿 你说 你为啥要挺冷心的跟着我呢 我 我不知道自己想说什么 我只是想告诉你 我是救了你的命 但咱的命 都是共产党给的 我要不是加入了红军 我早就饿死了 哪还会有今天 所以啊 你 不要因为感恩 就愿意跟我在一起 我觉得 没这个必要 如果 你以后悔了 人生没有如果 只有后果 和结果 过去的 不再回来 回来的 不再完美 睡吧 睡吧 天还没黑呢 没关系 我不告诉任何人 你是一个小睡猪 好了 不想说 就不要说 等你什么时候想告诉我了 再跟我说 好吗 今晚能留下陪我吗 今天晚上是吧 其实今天晚上我没什么事 但是 五处的张华 你认识 他跟我说 让我替他顶个夜班 你看 我也没跟你商量 就答应他了 要不然 我 我跟他说一声 我 我就说我 去吧 我不该拖你后腿 老缠着你 是我不对 别管我了 我想睡会儿 我 我 我 不 我 我 我 你 我 我 我 下午我跟李萌去买东西 你猜他跟我说什么 说什么呀 他说啊 他要给剑妃生个龙凤胎 龙凤胎 剑妃这小子野心还不小啊 那咱们呢 你是喜欢男孩还是女孩 我呀 男孩女孩都一样 我都喜欢 这孩子从哪儿来呀 从石头缝里蹦出来 这话说的 他不成孙猴子了吗 我真的挺羡慕李萌的 他跟楼处长相亲相爱 两个人都没大声说过话 那种日子一定很幸福 你千万别信李萌 他哪张能把月亮说成大饼的嘴 更何况那个剑妃 我还不了解他吗 他就是个烂板子铺桥 难过着呢 你怎么知道 我怎么不知道我 这段日子我们三个 你们三个怎么了 都不曾和自己的女人圆房是吗 你说什么呀 后半夜人家关了灯 我哪知道人家干什么呀 这都哪跟哪啊 老罗 你找我 你出来 来了 来了 好 好 我 好 好 好 这叫什么事啊 好好一个家不能待 直到了晚上啊 动不动 还要竟想一些馊主意溜出来 我们都快变成个夜猫子了 我们家李萌说 林大夫和你们家那口子 追问他有没有跟我同房 这种事情都挂在嘴边上 我觉得 他们是真的发觉什么了 可不嘛 我今天就差点说走了嘴 好像他们三个已经知道 咱们三对啊都没有远房 什么 知道 不是 若是这些女人 怎么什么事情都互相通情啊 还有啊 我们家那位 今天出了极大安静 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像是说走了嘴 说什么 我们都知道了 很紧张 结果又不说什么事情 怎么 怎么会这么巧呢 你说田桃是特务 他就成这样了 你们说 我们家那口子 会不会跟那个特务有关系啊 你要这么说啊 我心里都踏实了 踏实了 什么意思 哎呀 是我们家那个 哎 他今天晚上 也跟丢了魂似的 哎 这事一出啊 我开始就怀疑他 他就是那个奸细 他是怕这个 田桃啊 把他给供出来 所以才一反常态的 那你要说 你们家李萌 今天晚上也不正常 哎 我倒觉得 是不是他们俩啊 都有嫌疑啊 哎呀 这样的话 我也就有了个点位的了 你什么人呢 哎 你们真能想到 这个特务 就是保卫盖世田桃 哎 不 这整天低头不见 抬头见的 这怎么可能呢 这有什么不可能啊 哎呀 哎呀 哎 你说啊 他们 都能潜伏到 咱们的家庭里面 更何况这么大个 关州军分区呢 哎呀 我现在啊 肚子里边啊 像是算计了一大队的耗子 闹心 要不要我给你抓着猫 行了 别落井瞎石了 哎呀 真希望啊 这个保卫科 能早点查出这个间隙来 哼 别指望他们了 一个田涛 就把他们闹得够洽了 哪有功夫管我们 找起来 这么多更 language 把他们研究 撤牢 去剷 principles 没事就都踏实了 有人跟着他 没想到 咱们会在这种地方前面 来当说客的吧 谁派你来的 赵贵波 还是钟梁 是我自己 你 咱们 毕竟共过生死 你还知道我能共过生死啊 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你能为我做件事吗 什么事 我是被人陷害的 你要把我的事情 向编保的同志 或是高副政委汇报 我们关州军分区 隐藏着一个大特务 谁 我可以告诉你 但你只能告诉编保的同志 或是高副政委 同志 同志 王明玉同志晕了 不信 有 无法 无法 优优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站住 转过去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